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油价 我追踪热点新闻的本事不行 大家知道这已经是周一的新闻了 周一的时候 WTI5月份期货的油价已经跌成了负数 收盘的时候是负37.63 简单粗暴的说 就是买油还能赚钱 卖油的人反而要倒贴钱 于是网友就开始问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 我也想买 我能买吗 答案是不能 原油的存储是需要特殊处理的 因为原油是有毒 并且一挥发的 需要这种专门大型的储油的tank 在输油管线或者炼油厂里都能见到 我们普通人一般是看不到的 第二个问题 我买了直接放在车里加油行吗 不行 因为这个是原油 车里面的汽油是gasoline 是汽油经过加工炼制的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原油成负数了 我去加油站加油 还没有看到大降价 这个原因就多了 首先和我们去加油站看到的这个零售汽油价格 最紧密连接的是批发汽油价格 wholesale而不是原油价格 这中间还有很多环节 比如说炼油的环节 比如说运输的环节 比如说营销和广告的环节 当然还有加油站自己的利润 作为一个加油站来说 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通过降价 因为现在成本降低了 它如果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的话 是可以通过降价来刺激需求 达到提高收入的目的 但是现在不是正常情况 即使降价 你也还是没法开车出门旅行 需求是没有价格弹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加油站反而选择不降价 甚至稍稍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空间 这样来稍微弥补一下 这些天以来它的损失 因为需求下降 也就导致我们作为消费者 看到的油价并没有大幅的变化 纽约这边我至少看了 确实是没有大幅的变化 不知道其他州怎么样 好说完这些问题 咱们来聊一聊投资 投资原由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赚一笔 大概有这么几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去买物理原油 但是这种方式就是 owning physical crude oil 这种方式咱们刚才说了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因为需要存储设备 实际上原油价格降为负数 本身也和存储设备有关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存储设备 马上就要run out 第二就是买纸原油 也就是期货市场 这里咱们先退一步讲 咱们说一下大宗商品交易 commodity 有两个市场 一个叫期货市场 也就是futures 一个叫现货市场 也就是spot 英文叫spot 现货市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方法 直接去买物理原油 或者是大豆 玉米 咖啡猪肉等等等等 这种方法我们已经排除了 而买futures呢 其实你买的是一纸合约 你enter into a contract 顺便说一句 咱们说原油价格降成负数 说的就是wti 这种原油的叫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它的future 5月份的future降到了负37.63 买期货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用高杠杆 不过杠杆的作用 大家也知道 赚的时候可以帮你狠狠地赚 亏的时候帮你狠狠地亏 另外就是期货还面临一个contango 正向市场 也叫期货溢价的这么一个问题 咱们在160期也说过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可以看作是167的下期 作为一个续集 这一点咱们放在etf一起说 所以第三个投资原油的方式 就是去买这个原油的etf 咱们在167里面拿这个USO 就是美国这边最大的一支原油etf 来举例说明过这个问题 etf也面临一个contango的问题 因为etf也是future based 就是以期货为基础的 油价大跌以来 美国最大的原油期货etf USO 在最近几周之内吸纳了1.6个billion的新投资 都是来自retail investor 就是我们散户普通投资人 也就是你经常看到人家说dumb money 傻钱 就是我们的钱 导致USO赶紧增发新股 到现在已经停止增发了 所以大家都想趁着油价暴跌的时候 赶紧捞一把 但是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个contango 就是正向市场或者叫期货溢价的问题 本来原油就是一个长期处于 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处于contango的这么一种状况 而现在又因为全世界storage快要用完了 出现这种super contango 就是超级期货贴水 这个问题咱们在第163期结尾的时候也说了 而且当时这期视频是星期日发布的 大家可以听听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有挺多网友想去买这个USO 就是ETF 买这个原油 我个人觉得现在虽然油价是一个低点 甚至可以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 是史上最低点 但是USO这支ETF在未来几周之内 它还会继续跌 就算是达成减产 原油储备还是一个净增长的状态 而且很快全世界的原油储备 这个storage就快要用完了 出现了一个叫做super contango 我看到了一些analyst分析师的报告 甚至认为USO在未来几个月之内 现在不是4块钱左右吗 会跌到8毛钱甚至4毛钱 就是跌掉现在的90% 这期节目是周日发布的 结果周一就出现了油价大幅的跳水 周日的时候 我上这期视频的时候 USO这支ETF还在4块钱价格左右徘徊 而这几天已经跌到2点几了 最低的时候出现了2.3 这样的价格看来真的是有可能要跌到75%甚至90%的价格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接近到期日的时候 每次期货合约的价格 会越来越接近现货的价格 它会出现一个合并 我们叫convergence 所以当市场出于正向市场 咱们还不说一个super contango的问题 就是普通正向市场的时候 期货ETF永远买到的是价格较高的远期的期货 而在rollover的时候 卖掉一个价格比较低 比较接近现货价格 spot price的近期期货合约 所以它永远处于一个不断的买高卖低的情况 我们做任何投资都愿意是买低卖高 但它永远是一个买高卖低不断的 Rollover的情况 这种contango effect 也就是期货延期效用 就不断的侵蚀 USO 或者其他ETF的收益率 这就是为什么 USO比较适合短期的做多或者做空 而不适合长期投资持有 第四种方式 就是投资跟原油有关的公司的股票了 这种方式是被很多专家认为散户 或者说dumb money 想要从低油价获利最好的 最适合的一种方式 跟原油有关的公司呢 它也分上油中油下油 有的是勘探开采 有的是生产运输 有的是炼制加工 这些公司的股票或多或少 都和原油价格是正相关的 但不是成正比 价格回来之后呢 股价一定会涨 而且很多这种公司都有很高的dividend yield 就是它是付股息的 但是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 现在不是投资这些股票的好时机 就算现在已经是一个低点了 也不会在近期之内 不会再近 应该说不会再近一个月 到6周之内大幅的涨起来 所以不急着把钱放到原油股票当中去 如果没有政府的bailout的话 很多能源公司是会破产的 虽然川普昨天 应该是前天了 又发推特 似乎表示会要bailout 但是现在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 对于资金有限的散户来说 我认为还是再过一两个月 观察一两个月会更好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的话 也要从大公司下手 比如说AXMOBILE CHEVRON等等 因为比如说像能源的ETF XLE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偏小的公司 就是中等的公司 其实选的都是标普500里面 都是大公司 但是相对来讲 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些中型的企业 它的债务已经被降为垃圾债了 而且也会面临破产的风险 如果没有政府的bailout的话 所以我倒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是少有的为了分散风险 而去投资整个板块 反而会比投资几个大公司风险 更稍微高一点的场合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 不要用全部资金去买这个XLE 可以用一少部分 比如说用你想用来投资石油的资金 的百分之三四十 或者四五十去投资这个XLE 然后把剩下的五六十放在大公司 等于你自己人为调高大公司所占的比例 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 所以这期视频就回答网友几个关于原油的问题 并且简单的介绍一下投资原油的几种方式 另外就是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contango 所以像USO这样的ETF反而不是被专家推荐的 像我们这种散户去投资原油长期持有的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还是去投资大的原油有关行业公司的股票 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好 个人观点也不是专家的意见 欢迎大家指正拍砖 在留言区补充 咱们下期再见